台东县政府为了防范牛结结诊 日前到县内约80厂的养牛厂来视察进行相关消毒工作 农业处长许家豪表示 会和石榴乡镇的兽医师建构防疫网络 加强仿视及牛脂健康的防护工作 也呼吁民众购买牛脂相关产品要多做注意 日前金门县传出有牛脂发生牛结结诊 台东县政府不敢大意展开行动力 进行县内养牛厂的仿视及消毒工作 并与石榴乡镇的兽医师一同建构绵密的防疫网络 台东县政府这边从上个礼拜开始 也已经开始逐一的做虚目厂的一个仿视跟调查 到目前为止总共有调查了将近80间的虚目厂 总共有2500多头的牛脂 目前为止人数人序居然 那原则上我们这边台东县政府这边 会由动物防疫所这边来主政 那也会透过各个乡镇施工所的受医师 那每天逐一去做清查 那看看是不是检查 是不是有得到牛结结诊的状况 农业处也呼吁民众 虽然目前牛结结诊 并未在台湾本岛发现 但还是要提高警觉 在购买牛脂相关产品时 也要多加的注意 接着潘俊伟台东市报道